好吧 你们现在三年了 有什么打算吗 下一步在情感上面 我们肯定要考虑结婚这块嘛 因为我们两个人 现在反正年龄 现在也卡到这上面了 都快奔三的人了 我父母这边 反正催得也挺紧的 我父母就希望 我们能在我们发展的地方 就是说离我们工作近一点 在北京或者是北京周边 然后准备一套婚房 就是说哪怕付一个首付 然后我们两个人 共同再还贷款 这都可以 但是这件事情 跟他就商量不下来 就是他就觉得 好像他老家有房子 我们就没有必要 再去准备一套房 老家那头确实有房子 咱们想要快速结婚的话 就得把老家房子卖了 但是老家那房子那卖 你又不是说 今天放上去 明天就能卖了对不对 他不得需要时间吗 那我每次问你的时候 你总是跟我强调 老家有房子 有房子 就因为这个房子的事情 我们现在婚期一直搁置 我就感觉 那你是不是就一直有意在托我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结婚呀 不是这事 我是想着如果说在这一年当中呢 咱们手上的钱足够买房的话呢 足够在北京周边买房呢 就现在在北京周边买一套房呢 那你现在的这个想法 多久能实施呀 那我要等你多久呀 那你两年能实施这个事情 我等你两年 那你五年如果都实现不了 十年呢 那一辈子呢 我的青春呢 我们就这样一直耗着嘛 其实我的原灵计划 就是在这一年 来去解决这个事 确实你要一年 攒够一套在北京的首富房 还真是悬哪 对呀 是呀 在北京那这不是 对呀 那你不就忽悠人家吗 别说他不信了 我们都不信嘛 今天来到底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也希望他能改改 他这个敏感多疑的性格 还有我们结婚的这个事情 你已经做好了准备 要嫁给这个男生 如果有房子的话 是还是不是 是 好 你觉得你在 跟异性问题的处理上 处理得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可能确实 是我处理得不太到位 但是我觉得 他的反应有点过激了 那你是不是 曾经送了你一位追求者 去机场 对 之前确实是有过这件事 怎么回事呢 那天本来是他下班回来 然后在家给我做饭 然后我送这个异性朋友 去机场了 就是他等到我停完 我才回来 这个异性朋友 是什么样的异性朋友呢 是 当时我们的一个同事 他纠缠我挺长时间的 我怕那个人 会影响我们的感情 当时是因为这个人 他马上就要去外地发展了 然后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说如果你送我去机场 就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以后我就不会再去打扰你了 我就觉得 其实送他一下也无妨嘛 当时就瞒着他就去了 其实你送你的那个朋友啊 去机场 这些事情很正常的事 对吧 但是你没有必要骗我啊 他跟我说 他跟闺蜜去逛街了 你这样的话 你让我心里 怎么再建立这个案件呢 本来你就有点敏感 然后我当时在跟你说 我送那个异性去机场 那你当时会怎么想呀 那当时会不会造成我们吵架呀 那你那天送机场去 送机场去机场 正常路程来回 我也就三个小时 但去了五个小时 我家里都能排骨汤都炖干了 四五锅了都 就等他回来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其实我挺回避 异性这个话题的 然后就是我怕他 知道了生气嘛 那你为什么要刻意 回避这个话题呢 别说他玻璃心 是他是挺玻璃心的呀 他就连是 那还要怎么样啊 我在家里给你做饭 你送了一个追求你的人 去机场去了五个小时 你说我跟闺蜜逛街了 你跟闺蜜逛街的时候 我给你打电话 打了二十多个电话 你不接 然后你到回头说 我敏感 看了一部爱情电影 所有的情节都历历在乎 你非要说那个男人 能给那个女人提供 优渥的生活 而我现在想跟你结婚 你要求的一套婚房 我都没有 你跟哪个男人 他不敏感呢 你觉得把这些事 穿在一起 姑娘你回答我 我觉得他也太敏感了吧 那他连睡个觉 做个梦都 没问题 他只是把你们俩的照片 在他的朋友圈里面 屏蔽了一个女同事 他的解释是 那个同事有心理问题 所以你不想刺激他 他就做了一件事 你已经敏感了 你刚才已经敏感地哭了 如果他送 那个女生去了机场 他告诉你说 他跟哥们 打游戏去了 你还信任他吗 你们俩看了一部 爱情电影 然后他跟你说 你看这姑娘多好 这个男生什么都没有 他就义无反顾地 嫁给他 你会怎么想呢 看下来就乱了我知道了 我们保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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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保重他 能保重到的